今天上午八十许,我国第三艘航空母舰福建舰从上海江南造船厂码头捷栏起航,赴相关海域开展首次航行试验。 根据航母舰造工程进展,这次还是主要检测验证福建舰动力,今天上午八十许,我国第三艘开展首次航行试验,采用平直通常飞行甲板,动力,电力等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。 根据航母舰造工程进展,这次还是主要检测验证福建舰动力,电力等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。 据了解,自2022年6月下水舰建造工作按计划稳步推进,顺利完成细薄试验和装设备调试,具备出海进行试验的技术条件。 福建舰是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,配置电磁弹射和阻拦装置,满载排水量8万余吨。 从辽宁舰到山东舰,再到福建舰,人民海军航母建设实现了从无到有,从改装到国产,从滑越到弹射的升级跨越,创造了令人瞩目的